11月4月1日 警方攻堅破門 現場好幾張椭圓長桌 這一看就是賭場設備 每一桌還配有核官 桌邊賭客全坐滿 看到警察進來全部傻眼 你把你把三分證拿出來 放在桌子上面 禁忌協會涉嫌合法掩護非法 經營德州撲克地下賭場 現場查扣將近50萬的現金 賭客31人 還有賭場主賢同伙 共10人被帶 另外還破獲了境外遷賭公司 祝賢徐姓男子博弈集團成員57人 刑警已經監控多時 一舉收網 查扣了5000多萬的現金 4台名車 10支名表77個 名牌包全部都是不法所得 還有查獲8件地下賭盤 以各地縣市首長為下注標的 全數依法言處 顯示讓票數及賠率 光不特定的賭客選擇下注 嚴重影響選舉的公正性 本局查辦以後 軍醫違反選舉罷免法 及賭博罪嫌送辦 選戰倒數 嚴防境外資金 透過地下管道介入選舉 或是地下賭盤 影響選情 全力掃蕩 東森新聞台中采訪報道 決戰9合1科技開票 看東森 全台22縣市千人開票 VR AR 5G數位技術導入 最關鍵縣市票數 精準迅速最深入 下午2點起 陳寅 劉寶傑 吳宇書 帶您掌握選戰最關鍵時刻 11月26號鎖定東森新聞 樹架 5度 某記號 岡立 感谢观看